宜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将留学生汉语教学课堂搬到了世界温泉民镇 圆州区温汤镇 留学生通过现场体验式教学 从汉字的组成结构入手 在生动的教学过程中加深对汉字的了解 更好的感受汉语 学习汉语 使用汉语 在汉语老师带领下 留学生们来到温汤古井 现场就温汤二字的汉字写实与写意进行分析 随后大家在文化长廊进行现场汉语课教学 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温汤 宜春 明月山 温泉等宜春特有地理名词 讲述温汤的温泉文化 同学们跟着老师边听边读边写 进一步加深对汉字的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感知 留学生们来到市城市规划展示馆参观 通过古城沙盘 建筑模型 双目成像 LED多媒体沙盘 直观了解宜春自汉代至今的城市历史 发展印记 以及未来规划 在市博物馆 大家老有兴致地观赏各个时代的历史文物 学习民族文化和禅宗文化 进一步提升对宜春风土人情的了解 宜春学院一直高度重视留学生培养 不断创新汉语课程教学形式 在教授汉语语言的同时 也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传播 通过开展传统文化体验 组织学生参加汉语大赛等 为留学生提供语言实践平台 在实践中感受汉语的独特魅力